來自日本的福音歌手森友禮 連續21年來台 有超過550場的演出 今年再度與母親節期 舉辦五場幸福音樂會 用中日台等語言演唱詩歌 甜美嗓音 療癒了所有聽眾的心 身為日本前NHK電視台歌手 森友禮在半神大地震中 失去了胞弟 在台灣發生921地震時 立即自費來台 用歌聲和自身的生命經驗 抚慰災區民眾 他也對台灣人特別的有感情 因為他了解到我們台灣人 非常善良 非常熱情 他特地到我們的 師範大學的語言學校 去學華語 所以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 他對這一項宣教施工 是有非常大的負擔 森友禮對台灣有特殊的情感 自1998年起 每年固定訪台 與雙聯長老教會配搭 走遍各城各鄉及監獄 這幾年包括高雄氣暴 台南花蓮地震等 重大災禍發生後 都可見到他前往當地 用音樂安慰人心 他一邊在唱歌的時候 一邊用他的肢體語言 去擁抱我們的聽眾 或是我們的朋友的時候 很多很多因為他的見證 他的肢體語言被他感動 他把耶穌很重要的他的愛 甚至他的饒恕 他的扶持 幫助一個人的再造 我覺得這麼短的時間裡頭 他可以很精準的傳達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有果效 而且很吸引人 而且他又長得這麼的美 清亮的歌聲 輕易穿透人心 也伴隨著台灣 成為無形的支持力量 成為無形的支持力量 絕對 成為無形的支持力量